腌渡测量台,胶帽的更换 我们很多时候在胶帽要 比如说不密封了,或者是胶帽用久了 我们要更换胶帽,那么怎么来更换呢? 首先我们测量台是从水浴槽里面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时候可能测量台上面会带有很多的水 会带有很多的水 所以说在带有水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将,换胶帽的时候不能将测量台倒放 这样就会导致测量单元上面的水倒流到主测量板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胶帽就不能倾斜 所以说一定要竖着或者是稍微倾斜一点换 稍微倾斜,只要保证水不倒流即可 那我们可以看测量台压缓下面 有两颗螺丝 有两颗螺丝 我们将这两颗螺丝拧掉 用,我们将这两颗螺丝拧掉 用专门配备的一个内溜角小工具 小工具拧 那将这边倾斜,稍微倾斜一点 我们可以将测量台,压块向上 因为第一次你可能会老一点,所以要用小的这一端 拧松 拧松以后 将那颗角螺丝拿出 将那颗角螺丝拿出 那颗角螺丝拿出以后 这边会有一个挡板 将挡板拿下 将这个挡板拿下 拿下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胶帽 那胶帽我们可以将胶帽直接 拉出 直接将胶帽拉出 拉出之后 我们更换我们新的胶帽 新的胶帽我们在拿出来 胶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检查 我们胶帽这里有一个孔 这个孔这里这个 一定不要堵牢 一定要是 是这么通的 那拿了新的胶帽以后 我们往里面塞 塞平即可 塞平即可 怎么样保证我这个胶帽是好的呢 塞好的呢 胶帽放平呢 我们可以拿出来一个 看一下 就当胶帽 跟这边齐平 放进去跟这边齐平即可 那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是否都齐平 都齐平 都齐平好以后 我们将鸭块胶帽 盖板 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 放牢 将螺丝拧紧 我们在拧的时候不需要很用力 最后靠牢 靠牢 这条缝 拧紧 拧紧即可 不需要拧得很紧 因为拧很紧 下一次就拿不出来了 那么这样 我们的胶帽就换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